各位维心闲事 各位所望三知识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 缠解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学是历人和历天的 希望极乐世界也是重视风水学 任何一个天界都重视风水学 尤其沙坡世界 风水学更重要 可惜我们很容易忽略了 曾经我们有一家大公司的老板 盖了一栋很漂亮的别墅在台中市 已经落成进入住了将近两年 有一天来到五前五街找我 问我说他最近总的家里很多不平安 事业也不好 杂里杂巴的问题都出来 他问我为什么 我还是要用意嘛 用意 人不去你可以了解到 他的毛病在哪里 所以 所以我就和他捕一个挂 挂出来了白虎洞 白虎洞必有雪光之灾 必有破财 而且 而且 白虎地方都是乱死 那我就可以直接说你的庭院 有乱死了 乱七八糟 你盖房屋 剩余的废料 都在你的庭院旁边 是不是 他是 他在 湖边搭一个小架 拿一个 土链 断七八糟的土 搭起来像一座 甲山 那就是这个问题 白虎洞 那会伤钉耶 哦 舒服啊 这个好厉害哦 我说那前几天差一点 你要死消消 爬那个沙堆嘛 沙堆下来有一些痴痴啊 插在家吗 差一点死消消 好 这个硬了就是 停验 少放乱食 或杀食 好 这个是多感冒 好 好 乱食 就是水光 好 乱的这个沙食 多感冒 好 所以 我叫他 回去赶快 穿人家 穿掉去了 那么 中午回去了 趴着快点去 穿一穿掉 叫人来穿啊 就是完毕了 哦 心胸很舒服 阿公阿公 阿公 我现在好舒服 我气喘没有了 奇怪 那么快就不会好 那就是 风水学嘛 后来来告诉我 啊 啊 他也向老祖客温 感恩王产老祖 救了他一家 啊 这几次风水嘛 这几次风水嘛 那么一完来 有信 败到没信 有福败到没分 哦 请到什么大师 大师 哦 怎么样啊 胡说八道 到之后也没有办法解决 你不开环境嘛 你请什么大师 讲的乱天道理 天罗乱罪 三四英国 才会这样 骗鬼啊 麻麻骗骗 这种非常不好的 社会坏习惯 你风水学你不懂 啊 你自以为是 到最后所吃的 一切亏啊 是你 也是社会 共同的亏啊